雷特市症是一種罕見的複雜性神經系統疾病 發病兒童99.5%是女孩 發病後會有快速退化、發展遲緩的現象 終身殘疾需要人照顧食衣住行 為了幫助雷特市患者家庭減輕負擔 台北市南方福倫社發揮服務社會造福人群的精神 號召九個分社捐款給雷特市症病友關懷協會 台北市南方福倫社已經是第十一屆了 我們連續六年不斷的支持雷特市症關懷協會 會有這樣的因緣是在六年前 我們的社長跟真理事長 發現這是一群需要關懷的團體 每一個家長他都深悲得非常 我們這個很用心的照顧他們這個特殊罕見疾病的小孩 而我們社裡面包括我個人也都是經歷了家人的這一種 癌症中風等等的被關懷 而且我們自己照顧著的一些心路歷程 也因此我們倍感深受 也是人機幾機人力僅力的心態 我們將持續的盡我們自己的微薄之力 剛開始兩三年我們都是用台北市南方福倫社 自己的微薄的力量進行捐贈 後來我們集結了3523第六分區九個分社 大家一起來坐 擊殺城塔 目前已經到了足夠的規模 今年我們除了17萬的捐贈以外 我個人也盡微薄之力 送了將近20萬的禮品給每一個家庭 希望能夠號召更多社會有志知識 能夠共同來照顧這一群罕見疾病的小孩 長期投入公益的臺北市松山慈祐公 也每年捐助100萬元尿布給病友家庭 去年開始更加碼捐助一年十部輪椅 幫助病友在生活上獲得更好的輔助 關於這個連累市政 當初是那個亞利亞來找我 所以我就跟董事會報告以後 董事會就給我們一個一年100萬的額度 去捐薦他們做買尿布 那當然我想到尿布啊體積龐大 所以我就用那個加勒服鋁劍 他們需要多少時候去領 這樣才不會存積在家裡 因為病患家裡的話情情也是很辛苦的 那這五六年來啊我們每年都幫忙他 那當然在去年啊亞利在跟我講說 因為這些連累市政的小孩子啊 坐著輪椅啊有問題 因為這個輪椅啊 輪椅不好的話對他們的脊椎啊 外面都會一直清血 所以他們找到那個意大利的廠商啊 就來想這個輪椅的事情 特殊輪椅 因為輪椅大概要十幾萬 那當然後來我在去年的董事會有提出來 在加碼一年給他們提供十台的這個特殊輪椅給他們 所以我想我們做輪椅幾年下來 幫忙他也相當多了 因為這個小孩子家長都很辛苦 一個都沒有辦法上班賺錢 所以生活都不是很好 那當然我們進一己之力可以幫忙他 我們想說陸續的幫忙 我們董事會通過以後我就可以每年都可以做這樣 剛出生的時候還是專態非常好 就是你會覺得說他七站八座酒吧 都是還滿正常的 由於雷特士兒童從出生到發病前都非常正常 且99.5%的患者沒有家族遺傳病史 在六個月到一歲半發病後 開始會有智能不足的現象 有部分病童會出現重複性不斷洗手的刻板動作 呼籲家長多留意 我們雷特士症是罕見疾病中的罕見疾病 那雷特士症我們是萬分之一 一萬個只有一個 那在全世界來說每兩小時就會擔心一位雷特士症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的症狀就是會慢慢的退化 其實像我本身也是家長 我小朋友在一歲半以前都是會叫爸爸媽媽 跟一般的小朋友都是一樣的 可是一歲半以後他開始就變得比較沉默 然後有典型的戳手症狀 所以說才會去做一些檢查 才知道說他是基因上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誤診以為是說他是父母親帶來的基因 其實他是自己帶來的基因而不是遺傳 對 聽你家長如果說有遇到說 我們有一些特殊的有些戳手的症狀的話 其實可能就是會有一些是不是其他的病症等等 可以去做一多方面的檢查來去做了解 其實我們提供病友的話就是我們成立這個協會 就幫助有更需要的病友 包括就是說有的家庭可能有需要上 會比較貧窮或者說就是尿部的資源 因為尿部是長期需要 一定是長期需要用到的 包括後續的復健 包括像是用家的一些輪椅等等 因為我們的小朋友的話他是全身就癱瘓 全身退化癱瘓 所以會有像我們持有工就很棒 今年又補助另外100萬來幫助我們的病友家庭 來做那個特殊的推測 因為我們是算是罕見中的罕見疾病 所以大家可能都會誤判他的症狀 所以也希望在未來裡 就是讓大家多關注我們的特殊症 當有發生 我們很典型的狀況 就是有戳手的狀況 那當然有這個戳手的症狀 也可以跟我們罕見疾病的基金會 或跟我們的雷特市政 跟我們這邊來讓我們知道 我們來做多方面的關心 去幫忙他的物資 還是說有需要上的地方 我們就會持續的去幫忙 2014年成立的台灣雷特市政 病友關懷協會 是由一群病友家長創立 10年來不斷照顧支持 及關懷雷特市政病友及家庭 建立有品質的生活 而目前正籌備雷雷全能護理照顧中心 希望社會大眾多多支持 幫助累累家庭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all 我們到處都有